大家好 因为最近呢 就是加州湾区的这个渣男事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 应该很多人都听说了 尤其是在那个旅美的那些华人 肯定都听说这个事情 就是他跟他生活了将近20年的妻子 前脚得了癌症 刚工去世没几天 然后他就把那个 他就把前妻就是前妻留遗嘱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 然后他就又娶了可能不到几个月 不到几个月又娶了那个 比他小十几岁的新婚妻子 然后呢还把自己的前妻父母赶出家门 又是报警说老人虐待他这种东西 有看完之后真的是令人发指 但是最严重的就是 那个当事人他 当事人他自己 包括他后来娶的这个二婚妻子 连二婚妻子没有意识到 这个人如此的阴险狡诈吗 如此的狠毒吗 他还可以跟他就是马上又那个 又怀了孩子又准备要代产什么的 真的是不知道有些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是光对就留学圈来说 我自己的亲生经历 我觉得这个事情 身边真的有一些这样的人 其实 我刚来这里就是留学第二年的时候 然后就听说了一些故事 当然了大家当故事听一听就可以了 故事是这样子的 就是跟我同宿舍的 有一些是那个交换生 其实有一个交换生的女孩 在明知道别人 就是在国内有未婚妻的情况下 还跟别人同居了一年 当然那小姑娘那时候也很 因为还挺小的 估计可能都不到20岁 然后他又跟那个男的同居一年 那个男的就光明着拿 跟他说 他国内都有未婚妻的 怎么样 就说出来留学一年 然后回去是要结婚的 但是他们就光明着拿住在一起 一起吃 一起住 一种一起聚会啊 怎么样的 当事人他并不觉得羞耻 你知道吗 好像还觉得沾沾自喜 我觉得像那个 加州湾区这个渣男 然后这么能PUA别人 肯定他 包括他就是自己澄清了一些什么东西 就他不认为自己做这些事情 有损道德 不认为这些事情是 对他的王妻啊 是多么的 多么的残酷 知道吗 他把个妻子埋到他的前 埋到他自己的前院的花园里 是的 是美国人是有说那个 有习惯说把自己的猫猫狗狗 埋到自己后院里 但是我同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会把自己 亲人自己妻子的骨灰 埋到自己的前院里 埋到自己的院子里 就是为了省内 就是为了省内九万刀嘛 何况说他们收入这么高 有人分析 就说光他妻子的遗产可能 就是遗产可能就两万 两百万美金 两百万美金 就是这个男的 可以领到两百万美金 就是他妻子死了之后 这还不算 就是他妻子的那些股票啊 证券呢 各种东西的 这个投资 还不算他们的房子 光他们的房子 可能都值四百万美金 真的是令人发指 所以说哎呀 不管女生还是男生啊 你一旦进入一个家庭 还是要好好爱护自己 身体健康才是最根本的 自己过得开心才是最根本的 什么叫哎呀 我为这个家做贡献的 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呀 那你何必了 你死了 别人就把你的骨灰 埋在前院里 知道吗 然后别人虐待你的父母 别人马上又取新的 或者别人马上又 又那个 又嫁新的 然后呢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要管别人叫爸爸 何必呢 还是要自己好好爱自己 然后这件事情 对我的启发也很大 我老是觉得 哎呀 我辛辛苦苦的 为这个家 然后我要忙死忙活的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 哎呀 还是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何必呢 何必累的 这个抬头纹 有好几条了 何必呢 真的 还是应该自己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当然了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那个 这种躺平 不是说你以后 什么也不干了 不为这个家操心的 当然了 你还是要往好的方向 为这个家操心 但是不会像以前 那么 就是 那么的那个 全身心的 就只是付出 而没有 为了付出 然后有一道 忽视自己的地步 不要那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个渣男事件的 这个妻子呢 就是自己 自己之前在国内 自己带孩子 后来来之后 又辛辛苦苦带孩子 然后 突然不做家庭主妇了 去上班 突然发现自己胃癌了 最后结局了 结局了 他胃癌 就是到晚去了 然后一口痰 因为他那个 很虚弱了 痰咳不出来了 需要吸痰 然后那男的 就拽着他 把他拽到车里 送他去一二 然后他又死了 你看 根本都没有善终呢 还 哎呀 他我觉得就是 特别新娘 眼睛看到这个事情 然后呢 虽然众人谴责 是谴责 人家那渣男 跟人家这个新婚妻子 还不是照样住着豪宅 照样花着这个 花上他那个钱 前期他王期的 留下来的钱 还不照样对他 还不照样对他 对他那个 前岳父岳母不好 然后那个 前岳父岳母 还不是失了 自己的独生女 然后呢 一无所有 真的 人还是在对自己好一点 这个事情太令人伤心了 这有无独有偶了 看到这个事情 没两天 就是 我突然 有一天刷过一波 是我看到有一个 那个剑桥 中国留学生死亡事件 然后点进去看 点进去看 又是让人大开眼睛 你知道吗 真的 然后是这样子 就说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在 在建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他姓戴 我们 他的那个微博账号 叫戴班长 我们就不顾起 说他为戴班长 戴班长 就是去世的时候 28岁 官方 官方上通报的说是 他是抑郁症 自杀身亡 其实呢 后面还有很多故事 我们再慢慢看 然后那个 他28岁的时候 在租住的公寓里 就在英国的剑桥市 离奇死亡 戴某的 戴班长的同居情人 他叫 姓谷 他那个时候 已经结婚了 36岁 已经36岁了 他结婚了 然后声称 收到死者的自杀邮件后 赶回住处 自行抢救戴班长 他没有叫救过车 然后无效报警 在报警后的一个小时内 通知戴某在国内的父母 听到这里 是不是大家已经感觉出来什么不对劲了 对不对 然后你收到死亡邮件 是不是收到死亡邮件之后 你就立即往家里打电话 或者给你的邻居说一说 然后赶紧去看一看 然后你发现他自杀了之后 是不是第一 第一方面 如果你在美国 你是不是要打911 而不是说自己去救他 对不对 然后呢 警方赶到后呢 古某全程隐藏和死者的情人关系 就是说他 他没有跟警察说 我们两个是 有一个什么relationship 他没有 然后他还在那个死亡听证会上 做伪证 那他做伪证是为了什么呢 你看 戴某的 戴班长的父母呢 因为疫情那时候 就是他这个时候的事情嘛 就是2020年 那时候疫情正严重 当然现在疫情还很严重 跑梯了 跑梯了 然后呢 因为疫情就是 戴班长的父母呢 他没有第一时间赶到英国去 然后古某呢 作为他们当时的唯一的信息员 然后误导 戴某双亲 相信说 戴某被创业合伙人霸凌 这里要说一句 就是这个戴某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合伙人 他是一个公司的CTO 而引发抑郁症离世 然后至此 戴某的死亡被初不认定为自杀 死因初不认定为机械性窒息 事情未纳入行事侦查 所以大家就认为他是自杀了嘛 就没有进行一系列的刑事侦查 其实在16年的时候呢 古某就认识了这个戴班长 当然他隐瞒自己已经结婚的身份 他告诉他 就是他没有结婚或者怎么样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他的丈夫孙某 他在外地工作 偶尔才会见乔 然后戴某知晓 古某已婚身份的时候呢 这时呢 他已经深陷这种 就是很畸形的这种三角关系 那一字吧 更那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古某他丈夫孙某 他也接受这种三人行 然后他们三个人 共同居住 共同出行 从相识到戴某死亡 古某私自录制 戴某醉酒握鬼视频 却不告知他人 然后得知戴某陷入抑郁情绪的时候 也不送医院 这里网上都有视频 你看完之后就非常心塞 非常心痛 又可以看出就是 怎么可以一个人 可以颓废到那种地步 然后怎么 你可以看出那已经是一种病态 那个人肯定是抑郁症 非常抑郁的 才会有那种精神状态 然后呢 得知戴某陷入 抑郁情绪却不送医 并在戴某死后 占有戴某了车辆 钢琴 电脑 手机等物品 偷偷的 他这里是并未告知戴某 双亲 移除死者 微博脸书等 Facebook 就是脸书等 社交媒体 关注者 封进其账号 并和其父孙某 在戴某死亡的公寓居住 之租约到期 这里还有 还有那个 还有别的信息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古某跟他丈夫呢 整天用这个 用这个代班长的钱去旅游 可能以前 后都花了几百万 全世界都去旅游 他们三个人一起 然后等到人家死了之后呢 他还继续住人家的公寓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 然后戴某离世后呢 古某至今也没有 向其家人归还戴某的遗物 就是刚才上面说到的一些 那些东西 他一直都没有归还它 然后等到2020年6月的时候呢 戴父想立遗嘱 然后那个 将遗产留于古某 因为他一直就是跟 跟那个戴爸爸说 他的那个 他有多想他 然后他跟 他跟那个 他跟戴班长 他跟戴班长 这个关系有多好 其实这一点呢 我们也那个 我在那个 我有私信这个戴爸爸 因为戴爸爸现在在管理 这个戴班长的那个 微信号 然后戴爸爸是跟我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 他说那个 之前有一段时间 这个女的经常就装着自己 然后有多 就把自己的一些 很私密的一些东西 很私密的 跟戴班长 很私密的东西 跟戴爸爸说 然后直到 戴爸爸那个 想要那个立遗嘱 然后将遗嘱留给 留给这个古某 然后他就 他就第一时间呢 给那个戴爸爸 发去了 他的自己的护照信息 然后从那以后 可能就没有那么殷勤的 没有整天 啊戴爸爸 你就是我的亲爸爸 什么什么这样的 当然了 我录这期视频呢 也经过了戴爸爸的同意 然后呢 大夫在恢复了 戴班长微博之后呢 发现网友在微博上披露 就是古某与孙某 经营的 经营神仙夫妻人士 对了 这个古某是一个大网红 他有30多万粉丝 在微博上 然后贩卖非法挂利 牟利等欺骗行为 2022年12月18号 你知道吗 是戴班长继日的第二天 这个古某 有择期剖腹产 然后产下了孙某的孩子 还借其名曰 说啊 那个肯定是 肯定是戴班长 那个因为同胎 投到他肚子里了 这是这种 怎么样的一个变态心理啊 天哪 如此种种 大夫逐渐意识到 事有欺小 所以开始在网络发生 古某脑羞成怒 在微博人身攻击大夫 删除网友评论 三次账号 戴某 微博 甚至写孔核心 他还那个 他还就是 自己用小号啊 还有股东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来那个网爆这个戴妈妈 目前大夫一向古某 发出律师函 并积极推进在英国的司法流程 寻找儿子死亡 真相 你看 这里就是有人提出一些 这个问题 就是古某为什么要隐瞒 与戴某这事关系呢 那可见就是 他也觉得是 他也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呀 他自己一个有夫之妇 然后去跟一个 去跟一个那个 设施卫生的一个 那么年轻的一个小孩 然后来发展这种 所谓的情人关系 关系 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他现在就是很否认这种关系 但是网上有一个 鱼虎过的视频 就是看他那个 夹着嗓子那种娇柔 造作小鸟依人那种姿态 看着令人作呕 我都看了 看了之后 那天晚上我都没睡着了 我觉得那天晚上 我们晚饭吃的都不利索 我觉得哦 真的令人作呕 然后呢 为何在戴某离时后 诱骗其父 投资房产并奠进遗产 然后欺负孙某 孙某自称是个摄影师 另外说一遍 他俩都是博士学位 但是我很想说一句 so what 那又怎么样呢 你的人品在这摆着 然后呢 欺负孙某 扮演究竟扮演的 什么角色 这仅仅是一场 死亡悲剧 还是纵容自杀 还是猫杀害命 这真的是值得 大家 遮了大家 深思的这个事情 然后目前呢 最新事件的 最新进展呢 就是说这个 谷某就是 跟她丈夫 现在在面试 要去申请移民荷兰 因为在 因为在那英国当地的 华人圈子 混不下 华人圈子里 混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了 现在就准备跑路了 然后如果大家就是 如果大家 仔细搜一搜的话呢 还有人叫这个 还有人叫这个 谷某 叫她什么来着 还有人叫 谷某叫香香 香香公主 天哪 你不知道她 她 你看看她的那个 她的那个视频 看看她的这些东西 哎呦天哪 真的是 洗眼睛洗十遍 都洗不干净 你知道吗 今天刚刚回到家 对不起大家了 现在要 闷了大家的眼睛了 大家看一看 这个 是我 那我们看 做的什么 好不好 我发现这样的话 还没边转过来 那我们只能这么样拍了 做的是什么呀 宝贝 是鱼火锅 鱼火锅啊 你看这是鱼 可香了 这个是鱼肉 你看 这个 是鱼肉 这里面还有好多好多迷茸 对啊 还有还有还有蘑菇 可是外面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啊 下这么大的雨跑出去了是吗 嗯 那你里面哪一刀啊 没事干了 我好心疼啊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看什么呀 老泡 要看老泡了 那行 那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 好 下下下下啊 大家有没有人想知道说这个这个古某叫什么名字的 叫古春金 然后呢这个呢孙某呢 他这个他这个愿意跟别人三人行共同共同那个分享他妻子的这个人呢 叫什么叫孙义 他微博名字叫孙义摄影 然后呢现在就有人分析了啊 他们就回忆说 是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 他们就辩解说是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 怎么样造成了自己现在这种性格缺陷呢 我觉得现在人好搞笑啊 你不能说你杀个人 然后你蓄意杀个人 你也把什么东西都都都推到你原生家庭上吧 原生家庭不能永远背锅吧 你是成年人 你总得直面自己的人生吧 真的是太搞笑了 这个事情真的是越来越让人大开眼睛了 你知道吗 然后本来本来我觉得我出来留学之后 我都见了见识了很多 就是我以前觉得只是在电影或者小说里发生的情景 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往后面走 随着时间的流逝 真的越来越多让人大跌眼睛 就是太多太多这种让人大跌眼睛 让人想都想不到的这种事情发生 我觉得人还得守住你自己的底线吧 是的 是你不在国内的 你不在你原来的朋友圈的信息圈子里 这样你就可以 这样你就可以那个 肆意妄为吗 你就可以不顾法律不顾道德了吗 就像有些人他可能觉得 我就出来留学一年 是啊 我哪怕哪怕哪怕我跟不同的人睡了 哪怕我坐了小三坐了小四呢 哪怕我抱了小三抱了小四 那个回去的国内人不知道 是真不知道吗 都没有不掏风的墙吧 还有即使别人不知道 你自己的内心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不会受到谴责吗 有一大波这样的人简直是 他们好像就觉得 我出国了 我现在那个离我以前的这个环境 我没有什么熟人了 所以我肆不忌惮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做人总是还要有底线的吧 还有道德跟法律的约束吧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唠叨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来一起分享生活 继续大步往前走